哈喽大家好,这里是1800贤的老大哥,2100贤的郭奋校 今天就来回答一个很多粉丝都在问的问题 就是同样的队伍,为什么我的队伍就打不出来应有的效果 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运气游戏 很多时候队伍的强力程度会取决于战法的发动率 但是除了这些战法发动率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哪些原因是可以直接影响到战斗的呢 奋校总结了以下三点,战斗的实战经验 也是这个实战干货,奋校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首先来看到我们的组成 很多人会忽略一下我们的军事当中的这些科技的加成 其实科技的加成对于队伍的提升还是挺大的 尤其是在相同的队伍在作战的时候 在内战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 往往科技比较强的队伍总是能战胜科技不够强的队伍 那么这三个科技它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样的呢 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是协力的科技 这个科技是要优先点满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它所需要的资源产量是非常少的 第二个是因为它的加成是非常高的 它的加成是按百分比来进行加成的 而我们的冰战的科技是通过直接加属性点来加成的 它主要是每一级应该是两点属性点 而我们的协力是百分比加成 所以协力的加成是要明显高过冰战的 另外在协力加满之后 我们一定要加满冰战 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很多人舍不得用资源 觉得自己的资源应该加在内阵上来帮自己打好一个基础 但实际上组成的资源你完全可以在保持在10或者10级的水平就可以了 然后尽量在封城来扩大自己的资源产量 而在组成主要先要点满冰战的这四项属性 让你的武将在跟别人内战的时候 至少可以拥有属性上的强度 然后最后再点满冰种的加成 为什么说最后点满冰种的加成 首先是在前期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点一级冰种的科技是非常费资源的 尤其是到满级的状态 几乎一级就要消耗掉84万 几乎要消耗掉84万甚至90多万的资源 在前期来说你如果升级一级这个 可能到你就无法去升级其他的资源了 也无法就是有更多的资源去打架了 还是要这个游戏还是要不停的去征兵 你要留够资源去给征兵使用 然后其次的资源再拿来升级科技 所以这个是风啸说的第一点 就是首先要在这个科技区 要点满自己的这个战斗加成的科技 这个对于队伍的提升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 有和没有完全是两个队伍 第二个风啸要强调的点就是加点 很多兄弟觉得这个先手 比较依赖于白马一丛八门金锁 还有这个神级的兵书 也是守回合先攻 比较依赖于这些 还有黄月音的那个攻神的那个战绑 但是除此之外 想要获得先手还可以通过加点的方法获得 尤其是在内战的时候 大家两个武将相同 基础的这个速度属性应该是一样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给武将进行一个速度的额外加点 比如说分啸在这里就给这个太子瓷加了15点速度 为什么是15点而不是更多呢 可能分啸这个队伍因为不够红 所以还是需要这个太子瓷肯淡一定这个稳定的输出的 所以它的武力也非常重要 对于这个有红度的太子瓷 或者说是蛮红的太子瓷 你可以尽可能的去多加一点速度 比如说加个40点50点都是可以的 不要吝啬于这一点速度的加点 能够获得一个先手可以让你在战斗中 会议非常大 这是一个加点 你可以通过加点来强调一个先手 因为是在大家如果都是先攻的情况下 是根据武将速度的高低来决定这个先手的这个顺序的 而且你还可以通过这个宝物装备 你看我这里应该给太子瓷子都是加速度的装备 尽可能的都是要加速度的装备 是吧 所以就是第二个技巧就是要通过加点的方式 来让自己获得一个先手 第三个使用技巧就是这个助手 很多人觉得把队伍拉到前线去往那一站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你往那一站很容易被打那个克制 这时候就需要灵活的助手 你可以先让你的队伍站在这个 站在这个 站在这个格子上 先不要点助手 你可以先让他站在这 然后等到对面的兵种过来以后 你可以根据克制关系然后进行助手 比如说奋校这里 还有一队被打回去了 就是如果有枪兵过来的话 奋校可以第一时间点到这里 然后进行一个助手 然后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兵种克制关系 吃他一个克制 另外在S2的时候 很多兄弟需要防匪 是吧 防止土匪的这个 请让他先行军出来 就往这边走的时候 你突然点一个中指 他就可以站在城楼上 等到土匪打你城池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克制关系 然后进行调整这个助手 然后也是可以吃到一个克制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助手的这个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队伍带一个藤甲 藤甲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兵种 然后中指 然后让藤甲先助手在你的城池上 这样很多带火的队伍 他就可能会直接过来 撞你的藤甲 对吧 然后这时候你再通过另外一队 克制这个工兵的队伍 就比如说带火的队伍 比如说陆逊的肉弓 你可以有一队桃源 瞬间点一个助手 然后这样也可以吃到一个克制的关系 就是勾引他们过来 然后在司机找这个克制关系吃掉 还有的这个助手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斯巴达 找一个斯巴达 比如说气血 你找一个气血 然后行军到一个格上 很多人看见气血之后 就想着可以过来吻吃一对气血 然后这个时候 你在他的下一格 比如说这一格放气血 然后你在这一格放一次队伍 等到他过来的时候 点一个助手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在这里 优先打到一个队伍 让你的气血也不会被他吃掉 但是要注意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地你没有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 这三块地都是你们 你在这两块可以放 这两块可以放两个气血 然后在这里放一个队伍 等到他们过来吃气血的时候 你可以灵活的去助手 然后去吃一个克制 好吧 本期的这个战斗干货 就讲解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不要忘记一键三联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请品牌 请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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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下期望 查理 请不吭 请不吭 请不吭